有時候我們看傳球 他的那個出球其實很快 很快 他的出球 哇 看一下 白薩進去 結果不要在我家 這個下次再切進來 肯定會有陰影啊 但是沒進 往前傳 哈羅這邊 又加了再來一個大球籃 哇 重新觀察一下 跟籃框之間的距離 哇 運了一球以後就來個爆扣 所以剛剛沒有回防 有時候沒回防也有沒回防的好 正偉 再給他哈羅 終聚宇跳多出手 這場比賽的第一個出手就命中 哇 其實他在終聚宇的狀況 上一場球賽就表現得非常的好 第一個球拿到就直接命中 直接往前傳 但是被哈羅有機會給抄走 抄套到了 超級成功 積極的跑動 換得了一個超級機會 是場上每一個上場的球員都有工作 最後籃板球被哈羅給控制住 前面快攻機會 上去了 所以我這一次呢 選擇 go to basket 有時候我們看傳球 他的那個出球其實很快 他的出球 哇 看一下 白薩 進去 結果 不要在我家 這個下次再切進來肯定會有陰影啊 而且他打的這個火鍋齁 這個不只是封阻你 而且是有點想要讓你的信心有所動搖 是 我覺得在節奏上是最大的改變 這也讓Dran Howell 有更多持球攻擊的機會 來底下 單吃了Stone 真的不要去挑戰Dran Howell 市東賽前的這一番話可能會激怒他 對 吃掉了Stone 火滑的Like 一個往右邊的動作 倒插步的一個旋轉 選擇第二拍的一個進球 火滑的Like 後夾 後夾 死 這個動作 在力道上面來講 在腳步上面來講 都是非常高級 第一球罰進 那昨天第一節的打法 在賽後訪問的時候他也有談到 當然其實也在適應這個不同的一個比賽節奏 節奏 那當然另外就是說 也要觀察一下對手 或是說 自己隊友怎麼搭配 這可能都是需要一些試探 空手的球員要動 不要讓協方的球員過來 羅正鋒 再回給正偉 再賽拉尼下回給Hara Repulse進去 好 中距離跳投 這個球 這觀察到市東有點沉退 打球沒有罰進了 但是反而得到意外收穫 這好像也似乎激氣的 主要Hara在打球的慾望 進去轉身 左手放棄 這第一節跟昨天的第一節就不一樣了 前面太陽隊快攻機會 這球再回球給Hara 但是沒進 往前傳 Hara這邊運了一下 再來一個大空 重新觀察一下跟南空 對 一開始觀察到跟南空的距離 不是他原本想像的 對 一開始觀察到跟南空的距離 因為我們有很多人 再在這一個觀察到 我們有很多人 在這兩節 有很多人 在這幾個